例如第25題,第25題你沒有寫做法,第67題你有寫的,所以就不知道你怎麼做了,不過是對的,答案是對的, 我亂做的,真的嗎?OK,我忘記了方法了,OK,其實你要留意,這個題目你要小心,我們怎麼看答案,我們看是有次序, 我們看是有次序,譬如,因為MC,你留心了,這個符號,其實他有沒有次序?沒有,他需要2017次序?要,他需要2017次序?留心了,他是不需要的,OK,他的寫法是括號裡面是有負三,但是2017也是括號裡面,你有沒有留意,括號在2017裡面, 所以那個2017呢,純粹是那3而已,OK,雖然,雖然,其實你負3括號出給2017呢,答案其實都是負數來的,因為我們說,單數次序就是負,雙數次序就是正的, 但是我們要這樣,就是跟你說清楚,這個題目的意思,OK,所以其實那個答案應該是負數來的,其實那個答案應該是負數,所以你就算撞,你也只會AB撞,行不行? 那之後第二階段,我們就看回3的翅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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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是多少?分子1,不是,分子1是什麼意思? 喂,現在是不是有兩個數相成?對啊,兩個數似乎是這樣的,那如果你真的化,是不是應該這樣? 所以分子的翅膀應該是多少?3,我只說了3,2017咯? 是啊,分母呢?2018咯,那你是減的,你是分子減份母那樣的翅膀,那你就負了1咯,OK 你可不可以先這裡?OK啊,那所以3的負1翅膀咯,當然是負,就是負的,3的負1翅膀,那所以負1翅膀就令到3變了3分之1咯,OK 可以?可以了?可以了?OK,好了,喃,完結之後,你看一下,其實如果那個人遮住中間,如果有麻煩的 好,不要理會了,之後,第26題,其實呢,其實你有寫步驟就令我知道你怎樣做,或者怎樣想 其實最慘的是,其實我們MC是不需要這樣做的,我們MC是不用這樣做的,我們MC不用這樣做的,OK 聽清楚了,聽清楚了,不過你26題,你的答案都是對的,26題的答案都是對的,怎樣做? 其實呢,就是可能看一下coefficient,其實可以按計算機的,這一題,就是你A可以代某些數,然後就按計算機,可以的,但是其實我想你可能看coefficient 答案的coefficient,從ABC看呢,答案的coefficient不是3分之9的了,OK 從題目看呢,答案的coefficient不是3的3次方,over3咯,OK 所以按計算機,那就是9咯,那AB蛋考察咯,而答案A的degree,其實分子就是3成3咯,分母就是4咯,那就是雙減咯,那就是5咯,答案就是D咯 是嗎?即是,我的意思是說,你不用寫得這麼正式,喂,真的是PR1來的咯,你的做法 而我們自己做MC的時間,我們都不會吃得這麼整齊,其實,這些分子就是,你這分分鐘是 哦,我接到了,可以嗎?可以嗎?可以嗎?可以 你當然要懂做comment方法,但是你都需要做,就是懂做MC方法的,也都需要,可以嗎?OK 那個意思是這樣,好了,之後啊,第27題呢,我講做法啦,就是你暫時這個題都對啦 27,其實,原來我們只需要呢,將N代實數 是啊,我們那個N代某個實數下去,那你想代什麼呢?這個N 1啊,1啊,1,行不行呢?不知道的,那我們會怎樣處理,可以還是不行呢?我們試一下將 那1代全部都放進去,那這個是不是2的9次方?是啊 之後呢,2的多少次方?B那個?10啊 C呢?20,D呢?22 好了,怎樣去判斷,那個N可不可以代1,就是取決於你,代完1之後,你這四個答案 會不會有些東西相同?相同的話就不行,那現在這四個答案很明顯不一樣的嘛 那所以,N等於1這個答案可以代的,可以代的,好了,你試一下將N等於1代到題目那裡 N等於1 啊,知不知道怎樣代? 單算啊 耶,good,是啦,見到什麼就近什麼 要帶Syntax Error 哦,OK,Syntax Error 那不可以回答你一兩個原因而已 學校是不是每天都一般信全無的呢?學校 是啊 OK 而你的相片是怎麼樣?很想知道的 不知道在做什麼開始 OK 10,486 OK,其實你按對了,按機那麼巧,按機那麼巧,按機那麼巧都是要賺的,因為其實,幾長下的嘛,其實按機我們多點練習,會幫到我們很多 好,其實呢,我們深信,其實ABCD呢,有一個答案就是會是這個,OK 當然我們可以逐個逐個就可以按了,我們可以按2的9次方,2的10次方,Nutrior 看看哪一個會是10,485,76,但是呢,我想和你,就是,試一件新的,OK,特別些 其實這個數字,是不是應該是,ABCD是大家講的嗎?就是這個數,一是2的9次方,一是2的10次方,一是2的20次方,一是2的22次方 一是其中一個來的嘛 是啊 你有沒有辦法知道它是2的多少次方啊?你剛剛學,開方 不是開方,你剛剛學完的而已 鎖 鎖 那如果鎖是Base幾啊? 10 怎麼會是? 啊,不是啊,鎖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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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2 對,好,這次我想知道它是2的多少次方啊,所以鎖的Base應該是2的,你會按一下 2到10,485,76 答案就可以了 哦,是啊,20 所以答我就是C了,行不行? OK 當然啦,你逐個逐個按,29次方,20次方,20次方,20次方,22次方 總會只有C是對的,但是我們如果懂得靈活找了鎖,其實就很快知道答案了 還有你OK的,你想到的,你想到是用鎖 那開始答錯了Base,不要緊的,之後答了回答就OK了 而你這個答案也是正確的,本來你的答案也是正確的,OK? OK 那就不錯了,好了,之後的程式 是啊 那麼,是可能有點難的,是可能… 不是,我問過人的,然後他沒有給,就是我問了人的,然後其實 他跟我玩想,然後他說 其實他幾個銀子,他沒有給一個的話,計不到,然後想著怎麼計 那我想問,你問那個人也是同學來的? 啊,讀M2那些,是 啊?就是他做不到這題,都是中四 是啊,我問了,我問了他,然後他說其實有一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算M2些,不知道哪一批人,所以我問了他吧 哈哈哈哈,OK 好,最後一個題目就講,這些DK,我忘記叫什麼 什麼叫什麼,算了,半需其盛,五個那些東西 OK 那叫做N,大N就是那個N number of particles After three hours 那有條色的,那條色是這樣 大N就等於大A,成了R的T次方,對不對 是啊 好啦,他就說那個A呢,就是原先開始的時間,有幾個粒呢 而那個R就是某個constant 而我們知道什麼呢? After 12 hours,還有24小時,就是分別這麼多 那所以他分別給了什麼,就是T是12,的時間的N是這個數 然後T是24,的時間的N就會是另外那個數 噢 而因為他說他是,就是會越來越少了DK 那所以真的,經過時間一路過,他的數量會越來越少 喂,你有兩套數,你各自代回去 各自代回去,那你就會有兩套數 你那個,嗯,真的叫他給你什麼讀書 真的,對不對 你有兩套的資料,各自代回去,就有兩條色 沒錯,是有A,是有A和R,這兩個N,但是我們應該算到的 不過呢,這個方法可能和你平時用的不同 因為你平時用的可能是中二學的simultaneous equations 那麼,起碼這一條我跟你說,是按不到program 1的,OK 我們會怎麼做呢,其實那個方法,那個想法,仍然都是那兩個 即是subitution,或者elumination,OK 其實我會將意識除一式,意識除一式 那如果是,那我寫清楚給你看,那左邊,就應該是這兩個相罪 OK 右邊就是這兩個相罪,那我其實用的是一個elumination的方法 elumination,意思是說,我這樣做完之後呢,你會發現那個A會cancel 那所以左邊化鹹,就是R12次方 OK 可以嗎 這個方法,將來是很常用的,那其實這個又類似elumination 那你們未必想到,是不是 那所以我可能寫那個subitution給你,就會好一點 我寫在右上角,其實在一式那裡,在一式 其實你是不是會知道那個A,相等於是3,9,2,4,除R的12次方 是啊 Make A the subject 那所以呢,其實那個3,我當這個三式 然後我就sub那個3式,下去那個2式 那這個還不是subitution 那所以那個A就寫成這個,那個A就寫成這個 OK 那仍然會得到相同的損失的 就是這個顏色呢,其實是跟這個顏色呢 是完全一樣的,跟這個顏色完全一樣的 OK OK 好了,那麻煩你幫我計一計,按機計一計的答案 會有多少 按A 即3079除3924 3079除3924 分數 哇,沒有分別的,3079和3924 不知道 不知道嘛 好了,那不會浪費 因為我們總要把這個數放在機上 那R即是多少 我們A part and R 0 要少數嗎 你怎麼按機先 1 over 12 次方 1 over 12 次方 你試試按 然後他按了0.9799993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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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的 那所以 他題目有說是3個SF 3個SF 其實我們會將 可能會將這個數寫長 之後再寫3個SF 那3個SF是多少 3個SF 0.98 好了 其實我這裡應該是兩個都是蛇仔 0.98 這樣嗎 是啊 如果這個是兩個SF 我可以用3個SF 那970 0 0 980 是吧 OK,記住了 好了,如果一會我們還要用R 我們會用這個數 甚至乎我們會將現在這個答案 儲住在X那裡 有沒有儲到 有啊 好了 好,B part 好了 那不如我先把你寫的東西 我先把你寫的東西 其實呢 你寫了的東西 其實你就是 代了那個T是12 那個N是3924 但是你發覺 好像也算不到啊 因為你還未將第27 代了下去 OK 那其實當然 你有代了第27也好 你可能也做不到的 那這個不奇怪 因為這個做法對你來說是比較新鮮的 但是你要習慣 因為你要學會 因為你要學會 好了 而有上個那個就是 Sociation 就是這兩個方法是 都做到的 二選其一 其實還有其他方法的 不過不告訴你 可以示範 有哪些 有哪些 哦,就是反而你想知道 是不是 不是 不是啊 其實 就是有時候 像Sociation 像Elimination 其實有時候可以用其他方法的 真的 例如 不過 我講 是說 由那兩條式 Solve A and R Solve A and R 其實有一個辦法 可以找到A先的 OK 其實B part B part 那就是找A B part B part 他說要找A 就是找A 那就是找A A24次方 會等於 3924的2次方 是啊 明白嗎 是啊 那如果我當這個叫4式 如果我把 4式 除2式 那你有沒有留意到 兩條式都會有R24次方 24次方 R24次方 兩條式都有的 是啊 所以一裁的話 A24次方 就會弱了 OK 意思是 其實我們有時候 可以靈活 變通少少 原來是挺容易做的 當然要留意到 如果是的話 分子分母這兩個R24次方 就會弱走了 而左邊的分子分母 弱完之後 只剩下A 就是我們現在B part 2 找我們五個東西 那你直接就是 按右手邊 那這個數字很兇 沒有關係 就是按 是覺得很暈嗎 做法 很難吸收 不是難一點 很不習慣 很不習慣 是啊 這些方法你是沒有見過的 真的 那但是 所以有時候 不要求你說 你要做到 好 你一看就要懂得做 但是你要 譬如示範完給你看 你要有個印象 之後希望可以做得出來 按嗎 A是多少 A 弱了24 是不是弱了 分子分母 都是R24次方 我都不用理 R是多少 R24次方 常常都弱了 弱走了 那A就等了 但是旁邊的Square 不是一樣的 有一樣嗎 你按計算機就可以了 右手邊是實數來的 但是5000來的 OK 你按完 是不是5000 0.901591 是啊 好啦 所以三個SF 會是多少 都是走5000 就是5000 不過這個是三個SF 即他不是XF 5000那麼漂亮 好啦 B part 因為B part 他不是叫我們找A 他的問句不是叫我們找A 所以我們要寫答句 所以 OK The additional number of particles is 5000 那 correct to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s OK 行不行 那 那就 其實 你看一看之後那個C part 他真的講半壞期了 Half-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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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怎樣 半 你沒有讀Camp 是不是 我不 但是不是 我不確定 是初中Camp教 還是高中Camp教 我都不記得了 就是說 這些放射性物質 其實隨著時間過 它就會DK 就是會衰變 就是越來越少 總之就 那半壞期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它要多久的時間 數量會減少一半 OK 比如 原先由10顆 變成5顆 中間 這段時間要多久 就叫半壞期 就是Half-life 咦 他不是有說 他有解釋的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和你解釋 什麼叫半壞期 OK 那 就 就不同的放射性物質 它的半壞期 各有不同的 那現在他就問你 找回這一隻 物質的半壞期 是多少 OK 那其實 其實現在 調色是沒有變的 就是仍然都是這一條 只不過呢 其實A和R 我們已經知道是多少 就是A part答案 和B part答案 紅色我寫到呢 就是我現在把這兩個數 儲了在我部機的X和Y那裏 OK 好了 那所以 我們要考慮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多久會得回一半 多久會得回一半 那所以我們就考慮那個N 原先他一開始是有多少 原先他一開始是有多少 一開始他有五千 又或者A 對嗎 對 或者A A是一開始 是 那現在我們要考慮 N應該只剩下一半 那就是A over 2 就是 因為原先的價值 是 他要我們找的是 T T T0 他 C的寫法就是 所以他就是要我們找T 這是很明顯的 而A是G的 R是G的 T是要找的 那我們知道N就可以了 哦 那N是什麼 N是什麼 Platical 那現在去說 Half Life 那就是A over 2 剩下一半 那所以 調色應該是變成這樣的 可以嗎 好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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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的是T 這次要找的是T 好了 那雖然我們A是G 但原來A這次是多少都不要緊 因為A是弱了的 兩邊都有個A 就弱了去 那所以 左邊變成R的T處方 右邊變成二分之一 OK 行不行 好了 那 都是了 我們要找T 而R是G的 不過R很肉酸 所以我們不寫的 好了 之後我要計T怎麼計 T 計T叫R 不是 不是 Log 要Base 是Oper E Base是誰 Oper E 不是 不是R R 記住Base 你Exponential 和Log的Base 是同一個數字來的 那所以 上面那一行 Exponential的Base是R 所以 TakeLog的時間Log的Base都是R OK 我猜 我猜你有沒有 我猜你應該沒有把R 入到X 是吧 沒有 所以你現在按不到機 是吧 OK 答案是這個 如果按機的話 對 那所以SamanSF 就是34.3 單位 R 的意思就是說 這種放射性物質 你擺在這裡 經過34.3小時之後 它的數量就會 完成一半 OK 我想這題我們講到這裡 C2我們不講了 OK OK 我們爭取時間 就講到下面 好 他告訴你 其實你也OK 因為他這裡 他寫給你看 第十八 他寫給你看 Fx有這個方法 那你就見到 咦他有個Factor是 X-3 那所以F3 就會等於0 OK 那就是你這一行 的意思就是這樣 不過你最好就解釋一下 就是F3是等於0的 這樣 寫回這一句就好一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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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如果不可以靠 有機會靠PP的 其實 正常是靠分的 不是 就是 因為你沒有解釋 為什麼 題目也沒有講給你聽的 題目沒有直接告訴你 p3等於0的 是啊 那你就要 就是講回這件事情 出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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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寫 不過我猜你到時候 做卷未必會這樣寫的 如果你這個寫 你就要靠前面這個Poenomen OK OK 好 那 那 因為如果不是就怪了點 這條式 好了 而你長脆 真的脆得盡 那如果以你這裏寫 就是你長脆賣的 其實Fx呢 就是x-3 成 現在你這個clotion 好了 滾到下面看看你寫了些什麼 好了 你是沒有完成的 OK 你是沒有完成的 好了 你寫了些什麼 就浪費一點點 其實就 你 你這個意思是正確的 但是就 這樣寫不太好 你就寫我 左邊這個 會好一點 OK 好了 BPoen 他問你什麼呢 Harrison他就說 Fx等於0 所有的答案 都是integer 問你同不同意 那所以 我們是不是要將Fx 完全的factorize 是啊 就是找到所有rules 而我們暫時只知道 這個rules 就是x等於3 那所以我們會將 後面那個括號會怎樣 後面的括號 我們會將後面的括號會怎樣 不是 Facto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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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不是 是不是可以按I的 嗯 按I 你會問這件事 不是 I是 我記得有一個是I 可以按到 不是 我可以按三次 啊 OK 我要求你只是factor 後面那個factor 就是 後面那個二次方 怎樣factor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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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要想一下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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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 嚇倒了 很害怕 好 所以它要我們考慮 就是你這裡 停了 停了 停完之後 你沒有再寫下去 其實ab 咦 咦 不要緊 我沒有誤會了 其實你這裡 找了A,B,C A part 是 A part 為什麼你不寫C 我可以留了C C是-2 是 是 都留了 不奇怪 好 下面還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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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裡 都可以的 OK 所以fx等於0 的答案 應該就是 x等於3 或者x等於2 負2 或者x等於1 OK Harrison 他說 all the root are integers 所以是yes 的 是integer 沒有說正還是負 所以我們這三個數 有些是正 有些是負 不過三個都是integer 所以是agree 這題是對的 嘩 你這裡寫得很簡短 是真的這麼自自精闢 還是怎樣 究竟 下面 下面 儘量 真的 好 看一看 這一題 你要儘量理解 儘量明白 因為都經常出的這一條 其實 經常出的這一條 其實這一題目都是參考 一、二年的某一條 好了 那個 A part 就 Polomeo 就是跟剛才做的類似 等於x是3 先看看 我和你對一對 好 你的K是對的 非常好 逢出這些 你找A part 你找這些美枝數的時間 要很小心 因為很可能 會影響到後面 影響到後面 你B part 分B1 B2 其實你這個寫什麼意思 你真是寫法 沒有啦 我想不到 16A的意思 Rectangle area 就是 我就這樣看 B1 去問那句 Express the area of the rectangle OPQR in terms of fee 那 就算你鞋子到這個 你也要寫16A 對啊 就是 就算是 都不理你對不對 另外 單位 是不是 就算是錯 起碼都應該寫這樣的 好了 那我們看看 這個 AB2 好像沒有關係 這樣的 好像 好像 OK 好了 他就給了圖我們 功能給了我們 那就說 我當 有一點叫P 它的 coordinate 就是A 就好0 就是它在 X軸上面 OK 那它是正數 A 它有說的 所以 它 向上彈 上條線那裡 它就會碰到Q點 然後 碰到Q點之後 再打橫 撞到那個Y軸那裡 那是不是會有四點就是OPQR 是 是不是 好了 那它就叫我們 Express 這個OPQR 這個長方形的面積 In terms of fee 那長方形的面積 就是底成高 是嗎 好了 好了 我問你 你知不知道 Point Q的 coordinate Point Q 如果你知 就做完了 Vortex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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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圖這樣畫 其實它的Point Q 也都不是畫到Vortex 你明白什麼意思 它的意思是 那圖是這樣的 那圖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它現在說 是大概這樣 這個Y軸 這個X軸 其實它的意思是 是怎樣 它的意思是 如果 Point P 是在 這裡 O 當然 O 不變的 當然 0 0 如果 P在這裡 那我彈上去 那這個 就是Q 再橫 然後 拉到Y軸 那這個 就是R 那這個 就是R OK 或者 Point P 可能在這裡 如果這樣的話 它向上拉 那這一條 其實每次都說 不值 那這個 就是Q Q 那在這個情況下 那這一個 就是R 哦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意思 是這樣的意思 OK OK 對不對 好了 我剛剛問你 就是說 你有沒有可能知道 Q的 coordinates 是In Terms of A 為什麼要找它 因為如果你找到Q的 coordinates 它的X 其實就是OP 的長度 它的Y 其實就是OR的長度 OK 看到嗎 是的 好了 我們知道P是A0 那Q呢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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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A 好 起碼 Q的X coordinate 是不是A 是啊 那Q的Y coordinate 是什麼呢 不是0 那 肯定不是0 原來我們是真的計到的 真的知道的 Q的Y 是啊 Q怎麼那麼特別 Q怎麼那麼特別 是不是就是在這條線上面 在這條線上面 它的XY 普通就滿足那條 顏色 那 所以 那就是 2A二次減20A加66 蛤 是不是 蛤 例如 我告訴你 有一點Q 它的X是3 那 Y是多少 你會怎樣 X Y是3 代了它 代了3 去X那裡 就找到Y 那現在只不過是說 X是多少 是A 那你就把A代到X那裡 就找到Y OK 不同的 只不過是 剛才我說的3 你就很肯定這樣說 代下去就可以了 因為實數 實數 你比較容易理解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都說A 或者剛剛想的時間 你未必覺得是這樣做 但其實的意思是一樣 OK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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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Area Retangles 剛才我們是不是說 你知道Q的話 就會知道那個長方形的底和高 是啊 其實就是這兩個 所以面積就是相常 是吧 OK 是吧 好了 化解埋就是這樣 就圓的了 那當然你 就可能括著 這裡寫Square Units 可以嗎 可以 你一邊寫的 有 走吧 好了 那就 第二項 第二項 這題我們就會講足了 譬如剛才lock的application 那裡我們就可能有一點點不講 因為就可能 暫時對我們來說是 偏難 而出的機會就相對沒有那麼大 但是這一條呢 就真的很常見 學校差異不考試 我都很喜歡出的 所以我們就會 盡量講完它 OK 盡量嘗試去理解 知道嗎 知道 記住了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數是記的 我們很多時候的數是憑記憶去記的 這個你要知道 很多同學不知道 我想不到 很多時候的數根本上不是 看題目即時想 不是 很多時候是記的 所以就要靠我們 做得多看得多 就算不是做得多看得多 而你要記得 很熟口的面 好像之前見過 那時候好像是這樣做的 是這樣 好 B2 好了 又有三個 其實呢 Q點有三個位置可以選擇 會令到那個 畫到出來的 長方形的面積 會是72 square units 問你圖不同意 72 square units 即是什麼意思呢 我剛剛藍色筆畫的那個圖 其實是不是說 其實你P點不同 Q點就會不同 那個長方形就會不同 當然面積就會不同 是不是 對 它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會不會有 三個不同的位置 的Q 就是 就會畫到 不同的長方形 但是它們的面積都會是72 square units 會不會 會不會 那我們不知道會不會的 都是憑計數的 OK 那為什麼呢 那我們 我們的反應 我們會考慮 那個area 就是這個 剛剛找到的那個 是等於 他要求的 差異 OK 那個世界A是什麼來的 那個世界A是 Point P的X coordinate 也都是Point Q的X coordinate 那所以 你找到 你這一條式 你這一條式 你找到多少個A 多少個不同的A 就是有多少個不同的Q的點 OK 你找到三個不同的A的值 那就是有三點不同的Q 會令到長方形會72 square units 你找到兩個的 那就是兩個Point 你找一個的 就得到一個位置 可以令到72 square units 這樣意思 這樣意思 行不行 行 好了 那我們就會把 那個72減過來 就會發覺 我們可以全式除二的 這個是化簡來的 行不行 行 好了 現在我們正在做哪一部分 現在我們正在做哪一部分 他那個 聽清楚問你什麼 如果你回答不到我 我真的很傷心 真的會 那個A area 好了 很傷心 真的 不是 那個Y的Position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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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問你 OK 我們現在計算哪一部分 我們計算一隻十九題 是嗎 科2 是 我想你回答這件事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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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是不是應該 時時刻刻想著 那個A part 我們會不會用回 不是 是 A part是Poilomial 就是說 X-3有個Factor 就是Poilomial有個Factor X-3 然後叫我們找K 然後AB兩part 好像沒有關係這樣的 而做B part 做了那麼久了 那你可能已經不忘記了A part 但是你要小心 到最後 原來我們是用回A part OK 見不見到AB兩part有什麼關係 A part和B part 兩 不是 兩個 啊 那個 何止有關係 其實它們兩個是一樣的 是不是完全一樣 是啊 只不過那個X變成A 是啊 是嗎 好 還有呢 如果你看到的話 甚至乎你可以很肯定你A part答案對 K是33 是對的 好了 那A part怎麼幫我們做到現在這一條數 A part 怎麼幫我們做到現在這一條數 他代過 K是因為 不 因為 因為他兩個都有33 那 那 那 是不是 因為他的Factor 是 他怎麼幫到我們啊 哦 他幫我們最直接的就是 我們會知道 A-3是他的Factor 是不是 是啊 好 好了 然後 原先上面這條色呢 就Degree多少 Degree 3 3 那這個呢 是Degree 1 1 那所以 他後面是否應該成一個Degree 2的項目 是啊 好 怎麼找他出來 怎麼找他出來 同一條色來的 不是我不是同一條色來的 怎麼找他出來 雖然他會知道 不是 按Kel 聽不清楚 聽不清楚 按Kel 按Kel OK OK 按Kel 是不是 我就看他怎麼按 好啊 你試試按 按不到的 按不到的 不是 不是按不按到啊 如果你問我 按Kel OK 你按吧 按到的 但問題是你懂不懂得按 按到的 真的按到的 但是你懂不懂得按 怎麼按啊 當然按不到 按到的 但是抽獄減3出來的 喏 就是如果最快的方法 當然按機 但是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說的方法 那如果正統方法應該怎樣 再factorize 怎麼factorize 才行的 我叫gfactorize 嗯 就是抽了個 A-timetracing 抽了啦 這個問題是 抽完之後 還剩下什麼 後面 A-square 要想要想要想 A-square OK 你試說他裡面應該是A-square 第一個A-square 那最後一個呢 嗯 糟了 我連I都不記得 按 真的 教過你的 其實說真的 教過你 如果不講 學校的方法 就是書教的方法 其實這裡怎樣factor 或者什麼呢 教過你有兩個 按計算機方法的 一個是I 對 有一個是跟I有關的 記得 一個是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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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呢 我們說這些tricky方法 你說tricky就好 你也好 你記得幫到我們 可能有需要的時間 快點做到數 但是最正宗那個救命 你都要記得的 哦 Factorize 那不是 減7A 你為什麼 你會答到這個 之後呢 減7A 之後呢 之後呢 等一下 我想 我在拆 因為我直接 你按了機 不是 我在手計 喂 喂 你怎樣計 我是 我在拆 它 你在推敲 在猜 不是 我拆了這些數 來計 怎樣拆 OK 不要緊 我不管你了 你試試猜 猜完它 我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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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 我記不記得怎麼按 我怕我答錯 OK 但是你 你的負7A 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很新的 我不是按錯 program 我不知道 1 1 負10 33 負30 是不是可以這樣按 你是不是按新program 3 負10 對 然後33 你按機 就是新program 其中一個分法就是 4 4 4 3 但是你要小心 因為有同學 我按這個program 是會令它按錯 不是 令它做錯數 你是不是有三個答案 那三個答案 是不是3 3 和4 是啊 你要小心 你肯定是這三個數 還是會不會是有compact number 其實 你有沒有留意 哦 你有沒有留意 新program 新program 3 如果你是有compact數 它會出一個compact數給你 有同學 它用這個program 按 解決3 三次方程 部機出了compact number 給它 它不覺得 它以為真正的圖 就是答案 那就整個數目錯了 不是要轉回 做負4 啊 嗯 哦 OK 你寫factor的時間 是嗎 是的 是的 A-3 A-4 你這裡 哦 哦 其實你的負7A 是對的 很實現奇 這裡加12 蛤 其實我 你依然沒有跟我說 你的負7A 怎麼知道 我拆了 負10A2 OK 其實呢 負7A是難看的 但是最容易看 你剛剛一開始 你都說到的 你說到這個是A2次的 你為什麼說到 好啊 是因為你看到上面A3次 那這個是A 所以就是A2次 而其實同樣 這樣看的是哪一個呢 負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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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負3成某的數出來的 那就剩12 OK 難看是中間的 好了 喂 那這題數可以沒有 暫時寫出來的東西 接到 OK 那究竟是否認同 是不是有三個不同的位置 令到面積是72 是還是不是 不是 不是的 為什麼 不是 為什麼 那有多少個點 其實有多少位置 它是有三個 但是你整個都可以 是不是有三個 沒有A 三個 不是 哪三個 你告訴我 不是 不是三個 不是 不是 你說哪三個 你說哪幾個 不如說 沒有A不算 但是 A有幾個點 我都不算 喂 告訴我 例如A有幾個 三 還有 不是 兩個 哪兩個 哪兩個 只有四 你講來講 只有兩個 就是三和四 你有兩個三 但是那兩個三 算出來的 是同一個 是 所以就只有兩個 OK 你計算到有幾多個不同的A 就說有幾多個不同的 point 那現在A不同的數 只有兩個 就是三和四 所以就有兩個 而不是三個 所以就不認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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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完嗎 寫完了 OK 之後 之後呢 其實就 上完課 上完課 第二天就給你 好了 其實我還沒對答案 這裡 好了 因為上次就說 你 就是 有點忘記了 不過你那天 都很快做了給我的 第七題 slope 是4 然後 -3-1 你一條 然後 OK 這個 對 然後 下面 下面有 什麼 下面有 7A還有 OK 然後他就說 Y intercept 那就是11 也都是 對 其實 或者 你把它變成Y 還是MX卡C 也是11 沒問題 B part Fedication L DX DX 好了 你 做了什麼 是不是你在這裡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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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就肯定不對 好了 他就短短一行仔 但是你明不明白它是什麼意思 你明不明白它是什麼意思 Vertical line 它會跟MX 它會跟MX MX 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Y是0 是一條Vertical line 好了 Y是0 跟你做一些revision 這條是Horizontal 這條是Vertical 好了 它們兩個equation 雖然就很難 我當這一個是3 那這條線的equation 3 0 equation equation 我當這個是-1 這兩條線 Y等於3 X等於-1 對 原來這條X等於-1 可以嗎 可以 你要記住 也是 有些同學搞不清楚 這兩條 就是X等於-1 和Y等於3 是兩條 Straight line的equation OK 分別就是 X等於-1 就是Vertical line Y等於3 就是Horizontal line OK 其餘 斜線 OpN OpN 其餘斜線 這個equation 其實你正常直線 畫出來只有三個款 一是水平 一是垂直 一是斜 而其餘呢 它必定可以寫成為 有X有Y的 它的equation必定是有X有Y的 唯獨是Horizontal和Vertical是特別的 一個只有X 一個只有Y 等於某個數目字 OK OK 那 亦都是因為這樣 我一看你的答案 就知道你的B part是錯的 既然是這樣 它說現在要找的是一條Vertical line 所以就應該是X等於某個數字 OK 它說那條線呢 是會跟L1 是相交於哪裡 嗯 相交點 就是 相交於X axis 對 對 Y0 對 我們要找的就是這一條 所以你要先找什麼 相交於你找什麼 X個點 你要找L的 X點 Xinter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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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找L的Xintercept Xintercept Xintercept L這條線的Xintercept 原本的 原本上面L 這個 代Y是0 對 Solve for X Solve for X 不是 4X加11等於0 然後分數 就是-11 over4 好 X是-11 over4 告訴你 這是答案 這一個已經是答案 OK OK Methical line Methical line Methical line 必定是X 等於我數字 而你找到這裏 是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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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是 你試試按計算機 直接出答案 記不記得怎麼按 哦 我不懂 代中間是1 是啊 但你做過事就忘記了 是吧 我記得 OK 但我沒有按這條 上面 OK 按夠好 X或X 每點中間 代1 第一個是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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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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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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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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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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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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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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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art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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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所以乘完就是乘1 所以AB是L 也就是你沒有寫下去 你沒有計算下去 你計算到AB 但是你沒有計算下去 那就浪費了 3 行不行 行 好 之後B2 我嘗試跟你講一講 其實事情是做什麼 我譬如當這一條是L 我們知道階段是負數 所以下來的 我當成這樣 行不行 而AB 就跟它垂直 OK A似乎就在這裏 B似乎在這裏 是不是 其實不是太重要的 混心著 是亂話的 但是因為他題目說 他們說這樣垂直 是吧 你B一部分 你B一部分 是不是證明了他們是垂直 是啊 剛剛做完 那現在他就問了 究竟 Point A 還是Point B 會比較接近L 1 L 1 多一個1 L OK 為什麼 哦 Distance formula 但是你也要有Point 才行的 就是你哪兩點 AB 不是啊 不是啊 A B 他問A點還是B點 會比較接近L 是不是用Distance formula 我跟他說 是 似乎要用Distance formula 那是L1 某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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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點 B點 都知道 甚至L 某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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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另外一條線 應該都是L 應該都發さ 就是判錯 L 是不是 不是啊 texted 剛才上面 R UCLA 因為他 L是0與11 那不 0和11是什么意思? wwinimic数不是L 0和11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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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回去第八题 MARTINI 估计L L的V 呃,呃,呃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问我 你明白题目吗? 问该题目 明白 其实本来是没有图里 Mm 本来是没有图里的 但是似乎我们的资料呢 是令我們可以畫到現在這個圖 OK 那比較形象化 他說希望幫到我們會怎樣 考慮或計算到這個數 他問一件事 你的答案一是答A 一是答B 或者兩點距離一樣 他問的就是哪點會距離L會近一點 是要用distance formula的 好啦 不如這樣吧 我講一答給你聽好不好 OK 我的圖畫成這樣 我的圖畫成這樣 其實就是我畫到好像point A近一點 point B遠一點 而那個圖可能不是這樣的 那個圖有其他可能性的 你不給A遠一點 B近一點 可能的 甚至乎他們的關係 那個圖可能不是這樣的 那個圖你不給A B在同一邊的 明白嗎 明白 會有不同的可能性 但是似乎我們可以 用這個圖來做參考去想 這件事現在是怎樣 或者我們應該怎樣做 怎樣考慮 好了 我現在講一答給你聽 其實 必定是 A B這條線 可能圓長啊 或者聯繫啊 跟它必定會有雙交點的嘛 是 是不是 一定的了 可能把A B連繫 已經有雙交點 C 又或者在外中 A B延長 都一定會 總會碰到 那條L的 原來我們要找 這個point C的 coordination 我們要找這個point C的 coordination 而那個方法是怎樣呢 我們是找 A B的 equation 我們是找 A B的 equation OK 那不難找的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slope of A B是3 over 2 OK 所以 A B我們是不是已經可以 設定做 Y等於3 over 2X 加某個C 那我們算C就可以了 其實那個C都不用計 那個C就是4 知道為什麼 那個C 就是 哦 這個 這個是y intercept來的 它的x是0 那所以 point A就是y intercept OK 可以嗎 可以 好了 而point C 這兩條線的雙交點 有一條線是 這一條 另外一條線是不是 這一條 是 好了 麻煩你按夠program 1 幫我計個C出來 C 就是point C 它們這兩條線的雙交 都是按014的 是 不要不要不要 喂 不要不要不要 你想清楚 現在在計什麼 知道 知道 我要找這兩條線的雙交點 找這兩條線雙交點 那應該怎麼算 program 1 對 對 怎麼按 3 over 2 1月4 OK 如果你先進A B先 但是 給政府 好吧 OK 然後 3 over 2 不是 0 14 為什麼你會入0 我不明白 糟了 我懷疑 不是 不是 我懷疑你是撈亂了 舊program的按法 那 舊program 014 不是 不是 你為什麼按014 現在我想找粉紅色那兩條線 它們是有雙交的 我想知道雙交怎麼在哪 那就 最平常program 就是這樣 哦 你就把那兩條線 進入到機器裡 你就不要 014 因為現在我們 你014 8 1 16 那是2 points form 借舊program 來用的 我真的要轉一下位置 你扔一下位置 因為那兩條線的form 都不是XY AX等於 那 2 over 3 -74 over 5 5 5 嗯 你真的要看清楚 ABC的政府 入數 2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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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行 所以呢 我們會猜到 原來 其實C點 真的在 ABC的線段 某個位置 中間某個位置 OK 那 剛才說 你可以用distance formula 是嗎 是啊 你可以找到 ABC ABC 各自的距離 比較大小就可以了 OK 又或者 其實我們用回中三的方法 其實你會知道 這裡是2比6的 這兩段線段是2比6的 所以它是近A多些 OK 知道為什麼是2比6嗎 1 0 2 8 0 2 2 2去8 6 2比6 OK 你不看X 看Y 沒問題 答案就是3 哎呀 不行 太sharp 你看Y的話 那這裡就是3 這裡就是9 那又是1比3的意思 你2比6也好 3比9也好 其實法簡都是1比3 那都沒有變 Ratial是一樣的 所以A就近B 雙比較之下 OK OK 如果Ratial這方法 你不懂的話 或者想不到的話 沒問題的 你可以照用Distance 找回兩段線長度 比較 就是數值 那就知道了 OK 好了 最後這裡 有4條 1 2 3 4 好明顯第四題是完成不了 是不是 但是第四題 沒有理由完成不了 第四題 你寫的東西 差一度左右就完了 啊 要分 啊 不要緊 不要緊 好了 麻煩你1 2 3題 把你的答案 調到調色那裡 左減右 看看正不正確 OK 就是自己查答案 0 第一題 對啊 好第二題 是否我按錯 第二題 第二題 嗯 你按清楚 那幾題 對還是不對 你可以再什麼 還是 3 over 7 1 6 2 答案 0 是 對的 第三題 1 6 答案 2 6 0 所以頭三題 都是對的 除非你都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最後一題 你是不是想到 還可以怎麼做下去 嗯 讓我想一下 我記不記得 慢慢 可以的 就嘗試再 計算了個X 要寫做 Exponential 這樣的話 那2怎麼算呢 弱了 不啊 我想問可以怎麼弱 因為這個2 其實我覺得可以 有什麼弱度呢 那右邊有沒有個2 有啊 所以是弱到的 所以是弱到的 所以弱完之後 就變成這樣 右邊可以轉 3 1 over 2 3 1 over 2 3 1 over 2 可以嗎 什麼3 1 over 2 你以為9分之1是3 1 over 2 是啊 他不是 他不是 就是不等於這兩個 想清楚1 over 9應該是3 3有多少次分 有的 負2 小心啊 OK 答對了 那就算了X 負2 然後再做3 然後 然後 X-1 然後負2 然後 負1 對了 OK 那就是負1 可以嗎 OK 可以 X就是負1 MC 我睡假4號 噢 就是上兩個星期 那 放心 現在不是說這裡 就是下房 就是 可能跟你screen 大概說一下 就是這課說什麼 很恐怖 不恐怖 其實不恐怖 其實就 什麼LC 什麼RC 什麼 HCF LCM 你要 其實 是會出的 不過是會出MC 就是HCF LCM 是會出MC的 其實不難的 你記不記得HCF是什麼 最大公因素 是嗎 他叫做最大 但是其實他的答案通常比較小的 因為大家都有他才立的 不是大家都有他就不要的 而LCM的最少公佩數 OK 但是他的名字他最少 通常他的答案比較大 比較大 比較大 為什麼呢 他是LCM 他是倍數 所以一有人有他就要立 OK 而HCF呢 是Factor 每個人都要有這個因素 他才要 其實很簡單 OK 不過當然啦 你HCF LCM 你要記得是怎麼計算 是吧 就是數字 因為 平衡10A 就本身 那三個 expression 就沒有coefficient 就是都是1 但是 10B 和10C 那些詞 前面是coefficient 那原來的答案 HCF的答案 和LCM的答案 就有這些數字的 HCF 和LCM 在裡面 所以你要記得是怎麼計算 數字的 LCM 和HCF 但是 這裡 常出呢 其實就是MC 的 每年都會出 如果這樣看 每年都會出 這一課 似乎會出兩題左右的 OK MC 兩題 三題 都不期的 不過這裡 我們下次再說 算錢的 算錢的 不是 這一課算錢的 LCM 不要忘記了 好像很多人都忘記了 唉 喏 OK 我做一條 其實呢 譬如10B 你是小學 根本就是小學 當然其實是有其他做法的 哦 哦 什麼長足的 是 全部都似乎有六個倍數 那 所以就是三 四 五 它就再沒有公共因素了 所以六 就是 LCM 不是 HCF 但是還沒完 你計完 HCF 上去是LCM 你要再重新看 這裡 這三個數 三個一起看 沒有公共因素而已 會不會有任意兩個 還有 有的 有的話 你要再做 那這裡沒有的 這裡沒有的 那所以呢 那個 LCM 那個LCM 就是 原先那個六 又或者是 全部的數字都吃光了 就是這樣 OK OK 那這裡詳細的 要上課囉 如果真的忘記了 OK OK 這課 沒什麼東西的 這課 好 好 好